現在來介紹聚寶盆 聚寶盆當然有非常多的款式 那何謂聚寶盆 就是說您家裡面賺很多錢 但是好像存不到什麼錢 你就可以找老師來配置 或者你可以來買一個聚寶盆 回去放在您的財位 財位在我們的網站裡面都有標示 您家裡面做什麼 草什麼財位在哪一邊 我們都有標示出來了 聚寶盆最主要就是它的高寬 都要文公尺 還有開口 都要文公尺來量過 都是要極力之數這樣比較好 那當然聚寶盆最主要就是 要聚集前家人 還有我們賺回來的錢 所以說當您家中的財位 擺了一個聚寶盆以後 要跟家裡面的人講好說 只要您口袋有零錢 你就把它存起來 把它蓋子打開 放進去 才不落白 那你就把它擺進去 把它蓋起來 每天或者一兩天 只要您有零錢 就是塞進去 塞進去 自然整家人 一年儲蓄起來 可能也不少錢了 所以它具有所謂的聚財的效果 所以叫做聚寶盆 它除了美觀以外 它真的是有聚財的一個效果 那聚寶盆 有分為大 還有中小 它的效用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 我們中心做的 這個是 屬於純手工捏造的 所以說您只要把蓋子打開 然後 往裡面吹一下聲音 它拿到耳朵旁邊 就會 這個就是手拉胚的 這種 手拉胚的陶土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共鳴 所以聚寶盆 有分為大 中小 三個 款式規格 多下 兩下 兩下 一